特别注意一下DATIF部分 因为我刚刚讲过 就是这个DATIF 它在VBA里面没有对应的一个比较好的函数 虽然有一个叫DIFF 但是没有这么好用 所以基本上 我有试了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按下按钮 让它自动可以完成的话 是可以做得出来 可是这个公式非常的长 要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FORI等于25到29 这应该放的没问题 但是呢里面要放什么公式 因为呢我们如果说今天在VBA里面有DATIF 我们就直接可以直接用 但是因为没有那怎么办呢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去使用 使用是ESAL里面本身的函数 那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但是很真的蛮麻烦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你就是这个SAL 后面加一个什么 点Formula Formula就是公式 就把后面的字串丢到公式里面 它会帮你执行 会帮你执行 不过呢里面会需要怎么样 因为呢后面B哪一个 B25 所以后面这个部分呢是会变动 25到29嘛 所以后面我要把它串接 那串接的方式 特别注意也是要切开 然后摆一个I在里面 那这个部分恐怕同学会比较容易做错 那它的观念一样嘛 前面这个是一个字串 前面这个字串 中间是一个变数 不能够直接放 必须要透过什么END 跟END串接 然后呢后面有个字串 后面有个字串 所以要把它分开来 那另外特别注意喔 因为Y本身有没有 里面已经有什么双引号了 对不对 所以呢如果说你的FORMINA里面 你公式里面本来就有双引号的话 怎么办 它有个规则 请你再加双引号 真的蛮容易做错的 光这样子就 那做完之后 当然只能够显示几岁 岁还没有 所以最后完成的话 就是后面这一张图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可以试试看 这么一张串 然后呢 因为公式太长了 所以 如果说你全部都要接在一起 会变成跑到太右边 有个方法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边加个什么 空白加底线 再加个ENTER 它就会把它当成是 你下面这一行 跟上面这一行 是接在一起的 所以我这边有特别强调是 空白加一个底线 SHIP加上underline underline 然后再加个ENTER 换行的话才会接在一起 不过这个部分 真的还不太容易打正确 如果有时间的话 各位可以先试试看 那相关的范例 后面还会有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 有时间再试试看 那再来后面还有一个 比较困难一点的范例 就是在综合练习题这里 也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打上2014 1月1号 那你用什么方式可以怎么样呢 向右 向下 年历 一次就搞定 那你不能说我自己慢慢打 不行 这里面的话需要用几个函数 第一个 先产生什么 头的部分 也就是我今天怎么知道 这个 这个日期的下个月的同一天 是哪一天 其实就可以用E-Date E-Date 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知道 三个月后的那一个同样日期的话 你可以用插入函数里面 练习部分 你可以找到日期时间函数 找到E-Date 按确定 那Start Day 后面加上三个月 按确定 就可以产生什么 三个月后的同一天 那